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复查 今天赖小哥跟我在这边讨论 继续讨论这个慈敬堂跟燕云十六周 我们上周讨论过慈敬堂 说他是一个好皇帝 儿皇帝这词并没有负面的含义 可是我们知道燕云十六周 跟这个儿皇帝是捆绑在一起的 对吧 赖小哥 对 也就是说我们想证明慈敬堂 是个好皇帝的话 或者儿皇帝并没有那么坏的话 其实不可以不谈燕云十六周 是怎么回事 没有错 对 所以今天就我们谈燕云十六周 那我的想法是说 先说我的观点 我认为燕云十六周这个概念 其实是在宋代初年 才被强化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五代时期 它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但宋代把这个收服燕云 当成一个主要的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呢 到了这个二十世纪 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以后呢 再次被强调 所以我基本上是经历过这么两个阶段 所以呢 史经堂割让的土地的说法呢 其实呢 就是是在宋代才出现的 在五代时期并没有割让之说 好 这是我的核心结论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是后人去把它赋予的一个 对 国词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很像什么 很像就是在民国初年 然后呢 对于清朝的解释 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清朝晚清 有多腐败呀 签了很多条约 对对对 多卖国啦 签了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呢 都是在民国初期建立的 对不对 可是你们回到清朝的语境下 他们当然也不愿意签条约 也不愿意割地 也不愿意赔钱 可是他们的感受 跟我们后来的感受 是完全不同的 对 那所以我想说 其实在燕云十六周也是如此 那燕云这个概念呢 是来自于宋史的地理制 它多大呢 你猜它是台湾面前的多大 它蛮大的哦 五倍 五倍啊 没有 它有三点六倍 三点六倍 这也蛮大的 它主要分成燕跟云嘛 我们简单讲 燕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那一带 那云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的北部 我们理解山西 就是我觉得台湾的读者 或者包括中国大陆读者 可能都概念不是很清楚 像山西 我自己是一直把它分成两半的 就是山西的北边 就是燕门关以北 就是完全是湖人的地带 然后燕门关以南 才是因为那个坟河啊 河谷地带呢 才有大量的汉人 在那边生活中居住 所以燕门关以北以南 完全是汉人跟湖人生活的 不同地盘 所以我通常是这样来分山西的 那同样燕云的云 就是云州 也就是今天大同那一带 大同啊 五台山啊 那一带 那个地带本来就是游牧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就是燕云十六州 指的是这些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都觉得 燕云十六州是割让嘛 那我的看法其实不是割让 或者说不是我的看法 而是五代史原来的说法 是什么呢 是贡献 贡献 对 为什么说是贡献 对就是我们说 石敬堂把燕云十六州 把中国土地割让给汽单人嘛 对不对 这是今天的说法 但是我们回到当时来看 是石敬堂把燕跟云的土地 奉献给汽单人 那当然这角度不同了嘛 对不对 就是到底是奉献和割让 完全是看你的视角是如何 那我们看史料怎么说 史料是说这个汽单人呢 就是伊律德光 汽单王伊律德光 他这个扶植了史敬堂 这个政权建立之后呢 然后呢 有一年这个伊律德光过生日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史敬堂就跟这个伊律德光说 愿以燕门以北 燕门以北就是 就是山西北部的土地 就是云州的土地 和幽州之地 就是燕的土地 就是河北 为荣王寿 就是为爸爸 我知道他是父皇帝 为爸爸的这个寿力 而每岁呢 就是每一年呢 还输 就是提供这个 不批三十批 给他 那荣王就很高兴 就是伊律德光就很高兴 就接受了 所以可见在原来旧五代史的说法 他实际上是给他的爸爸 祝寿的一个行为 而不是被迫的割让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说 因为我们觉得原来的主流说法是说 他实际上是为了 为了打下后堂 然后呢 请契丹人出兵 然后呢 答应他说 你如果帮我出兵 打下后堂的话呢 我就把燕云十六周割让给你 对不对 我们一般学到的历史 是这样的 对 是一个贿赂的概念 是一个政治交易的概念 可是你按照五代史是什么呢 是先有契丹人帮这个慈敬堂 打败后堂 对 而且实际上还蛮详细的 这个伊律德光是一直把他护送到这个太原 然后呢 派他的核心军队到洛阳去当皇帝 然后确定已经没问题了 那个这个伊律德光才回到 这军回到这个长城以北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 然后当中也签了条约 然后说了招数都有 然后再过了一年还几年 我忘了时间了 所以呢 他才出现他过生日的时候呢 他要把这个土地割让给这个契丹的伊律德光 所以这个时间先后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是被迫割让 还是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我的开法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说 有人说那是不是因为契丹 就是给他施加压力吗 对不对 说你不干不行吗 对 所以我们史上并没有记载呢 但我觉得也不见得是 因为契丹人跟后近人 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你看五代史里面 谈到他们俩的关系 真的是 有点点是什么关系 有点像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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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情同父子 就是比那个家人还亲的 一种关系 那里面有太多这样的文字出现 所以我认为是说 应该就是 后人去简化了这个结论 本质上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真的是很诚心诚意的 要把这个土地 送给契丹人当成寿礼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 但是这种说法呢 你就会发现说 在旧五代史是这样 是这样呈现的 但是在宋代建立以后 新五代史 就是欧阳修所修的新五代史 和南宋人所记载的 像契丹国志这种书 在同样在记载这个时候呢 就完全就改变说法了 就是歌让的歌 就从那时候开始出现的 就变成歌让了 那同样像北宋司马光的 资订建也是用歌这词 他把时间改了 他说是日 就是等于说 他继位那天呢 就歌了这个十六周与契丹 这是司马光的记载 所以你会看到 旧五代史的说法 跟后来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那哪个说法更符合事实呢 我是比较相信旧五代史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就是旧五代史 就是属于我们 一个人私下讲话 我们讲一些大白话 没有经过装饰 然后我们一旦变成书面语言之后呢 我们就要讲得很 不能够 比如说叫政治正确 就是实际上旧五代史 就保留很多原始资料 它是以这个 五代梁唐近汉州的 史路为基础 用一年时间编好 很粗糙 所以呢 欧阳修就觉得说 太粗糙了 这不行 他要编一个新五代史 做了很多修饰跟美化 可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其实已经充满了 这个中国中心的视角 充满了汉冷这样的一个观点 像比如欧阳修五代史里面 就把那个 他有个叫附路 他用去要 附路里面放什么 把契丹跟近的历史 放到附路里取代出来 就非常的中国中心主义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视角 同样你看满洲人 在乾隆期间 曾经有一个叫 重新整修满洲档案 他也把那种老满档案 老满档案就是老满洲档案 就是原始资料 重新编证完了 然后现在学者研究老满档案 跟新的满洲档案之后 就发现乾隆皇帝 做了很多手脚 对就以前他说 我这次出去掠夺 我杀了多少人 抢了多少牛 抢了多少马 等等等等 新的档案里面都不写了 然后有些词汇就变了 顺便什么 顺便就是清朝入主中国以后 他形成一些中国中心的视角 第二是他经过一些 士大夫话之后 他觉得我原来做法太粗糙了 即便我做了坏事 我也不能够只讲出来 我要把它修饰一下 对我觉得新五代史 跟旧五代史就这样的 基于此 我个人是比较相信 旧五代史的资料 对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说 好 这个不是 不能说是割让 而可能是贡献 好 那我们节目到这里 让我们休息一下下 我们节目在下一段会讲说 他割让的土地是他的吗 答案是 不是他的 从两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里吃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 我们节目回来继继续讨论 烟云十六周 刚才我们谈到是说 石敬堂割让的烟跟云 其实并不完全是他的土地 最后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烟跟云 烟是河北 云是山西北部 我们讲过了 那这里面这两个地方 最重要的是烟还是云 你知道吗 应该是河北 对 河北是烟 因为烟是平原地带 所以烟的出产比较好 那么这个山西北部 就是草原地带 所以其实说实话 对于宋人而言 那个云的部分 其实有点遥远跟陌生 可是烟的部分 就是跟自己的人民 跟土地的关系比较密切 因为里面也生活很多汉人 那烟的政权 很多也都是汉人军阀 在里面执政 所以基本烟跟云 重点是烟 那我们就看烟 也就是说石敬堂 所谓割让给 或者是奉献给七代人 烟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讲一下烟的故事 这个烟的地方 当初是谁呢 是就是最早时候 梁唐进汉州的五代的时候 烟是最早是 朱温所建立的梁的时候 烟根本就独立 就是当地的军阀 其实都是自己割据 或者自己自制 为自制的状态 这是烟 等到了梁唐进汉州的唐 正建立的时候呢 然后表面上 把这个烟的土地控制住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烟的土地呢 就是属于后唐 后唐 可是实际上还是 军阀自己管理居多 因为我们要记住 五代的更迭 是每个政权 只有十几年时间 所以我们想 一个政权刚刚建立 它是没有办法 把那个中央政府的手 伸到地方的 所以烟某种意义上 一直处于独立自主的状态 这是烟的情况 然后就出现 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是烟的政权的 负责人是谁呢 是叫做姓赵 叫做赵德军 大家可以不记得名字 那么山西的 这个地方的负责人 就是石敬堂嘛 我们讲就赵德军 跟石敬堂这两个人 都想呢 跟契丹人合作 所以呢 都想请契丹人帮忙 这里呢 史书又记载啊 就五代史有记载 他说 这个赵德军 也就是燕国的 这个负责人 实际的王负责人 他也请伊律德光 册封自己为皇帝 目的呢 说你如果册封 我自己皇帝的话呢 我可以帮助你 攻打中国 那个中国指的 今天是河南的洛阳那一带 那个中国不是一个 政治概念 是一个土地的概念 南方也不是中国 就指河南那带被成为中国 然后他就派一个使者呢 到这个长城外 找伊律德光 讲他的想法 然后这个伊律德光 听到这个使者的话呢 就跟这个燕国的使者 说什么呢 就指着他帐篷外的一个石头 很大的一个巨石 对那个燕国的使者说 他说呢 我已经答应了石郎 石郎是谁呢 就是石敬堂 他说除非石烂 除非这个石头烂了 我才改变约定 想到海枯石烂的 这个男女定情的 这个说法了吧 我觉得这段文字 真的超级像 超级像伊律德光 就是契丹人 跟石敬堂之间 对定情的感觉 这原话是怎么说 原话是说 他说德光 只苍穹钱巨石 为德军使者 约德军就赵德军 是他说 就是我已经答应了石敬堂 那除非这个石头烂掉 我才改变 我的想法 才跟你结盟 你看 是不是很有趣 可见就是说 对于契丹人来说 他当时选择的是石敬堂 而不是选择的赵德光 那我问你 或你想想看 那小哥 就是当初为什么契丹人 会选择石敬堂 而没有选择 这个燕国的 这个赵德光这个政权呢 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跟他们的族裔有关 因为我知道说石敬堂 他其实本身 他其实也不是汉人 对不是汉人 他是沙陀 沙陀人 对对 那有没有可能是 然后另外那一位赵德军 他们是汉人 对汉人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没错 他比较新的 同样是内亚 来自内亚的 对 我就想想 就是说从契丹人来说 他跟石敬堂的那种种族 文化 语言 习俗 是比较接近 我觉得非常接近的 那同样这个河北的燕地呢 是一个狐化汉人的控制区 就是他虽然是出身汉人 但是他是一个 也是狐化非常深的状态 对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应该对于契丹人来说 他可能宁愿跟石敬堂合作 会更加彼此信赖 而不是跟一个狐化的汉人合作 那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也是跟游牧民 比较讲信用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说 后来宋国 宋帝国 他先跟辽国合作 然后后来又背叛辽国 跟金国合作 然后又背叛金国 对 一直有这样反复出现 因为汉人化在这种专制政治下 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成绩 对对对 比较狡杀 我都觉得可能有关系 所以我在推想是说 如果石敬堂本人 应该就是很简朴 很真诚的一个人 对 所以更容易被信赖 这就是我们觉得 通过这个小故事来讲 就是说 实际上我觉得石敬堂割让的燕地 他本身实际上是 第一个是地方自治的 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说 赵德军的父子 他们在石敬堂的 晋国建立的时候 已经被契丹人打败了 所以契丹人 就是耶律德光 就把赵德军父子 带回到长城以北 然后就是属于 作为俘虏他 带回以后 这里面就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就是 然后赵德军父子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燕地献给你 然后结果 耶律德光说 他说燕地已经是我的了 你拿什么献给我呢 这也是史书原话所记载 所以可见就是说 在石敬堂 把燕云十六周 给耶律德光的时候 那个燕的部分 其实契丹人已经控制了 早就已经是属于气带了 实际控制 那你怎么割让呢 你割让一个 根本就不是你的东西 合理吗 我说我送你和宝石 你的宝石是你自己 我说是我送你 这不合理吗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看那个史料里面 我都觉得 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地方 可是回到史实本身 就觉得完全不同 另外一个 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个观点 就是河北 那个就是燕的地方 是什么情况 其实是一个 真的是非常高度自知的情况 我要引用这个陈云雀的说法 陈云雀就是有名的一个史学家 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中指出 他说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以后 虽然号称一朝 实际上成为两国 哪两国呢 第一个他说 除了拥护 李氏王朝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主要是陕西省 对不对 还有呢 以东南的财富 跟汉文化 所维持的长安为中心的集团以外 这是一个国 尚别有一国 这国呢 什么 就是以河北翻阵独立之团体 这是他用半文言写的了 就是河北省 河北省就是黄河一辈 今天河北省那个地方 就是燕地 他说是翻阵独立之团体 然后其政治军事财政 与长安中央政府 固无隶属之关系 而民间社会 也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 即不以长安洛阳之 周孔明教 即科举仕途为 安身立命之归宿 所以呢 我们在讨论 唐代河北翻阵时候呢 必须从民族跟文化 这两个角度加以思考 才能得到真相之所在 这是陈云雀的看法 陈云雀是有名的 唐代史专家 所以你会看到说 即便那个赵德军的军阀 就是是汉人出身 可是已经胡话了 所以一个地方跟汉人文化 或跟中国文化的关系 是非常的疏远的 对 而石进堂的那个 控制的这个山西北部 更加如此 更加如此 对 所以这就是燕云的实际情况 那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把它 你说它是中国的土地 说你要收回 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 是个假命题 而且我还统计一个资料 就是河北三镇 就是那个地方的节度室 一共有57个人 就是你看那个河北三镇 其实都是有57个人 这57个当中 只有4个人 是由来自于洛阳的中央政府委任的 57个只有4个 有53个人完全不是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理解到 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山镇 燕云石头的军阵本身 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一个政体 这根本就不是中国的控制土地 其实好像在安死之乱的时候 就已经如此了 史志明他建立了一个大燕国 对对对 这就是燕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时候 他没法把燕送给其来人 所以格让是假 因为白人就不是他的 对 好我们节目休息一下 我们一会再回来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转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回到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 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 燕云十六周 刚才我们谈到是说 石敬堂所割让加引号 他并没有割让 这个燕云十六周呢 其实并不是他实际控制的土地 而实际上是已经燕的部分 河北部分 实际上也被契丹所拥有 那另外这两个地方 也非常不是中国化 或汉化土地 是胡化甚深的土地 那么因此格让之说呢 确实不是很准确 但是呢 对于这个欧阳修来说呢 我觉得他们已经 已经完全是站在 宋人的角度开问题了 所以呢 他们会创造出一个 格让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啊 这个契丹人把这个 史敬堂复制起来以后呢 就把燕云给格让出去 可是我们其实想想看啊 我觉得我们回到 历史的脉络当中看 就是如果小赖哥 你是契丹人 我是实际堂 就是现在我实际堂 面临的后堂末地的威胁 然后呢 契丹出兵帮助我 你是就你出兵帮助我 打败了这个后堂政权以后了 你要怎么对待我 对于你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 国际政治的盟主 或者说要考虑一个 国际政治政权的话 你一定不希望 山西跟河南那代 出现政治真空 对不对 所以那你要不就两个选择 要不就是找后堂末地的继承人 继续维持后堂政权 要不就是你扶植我本身 建立一个新政权 这是很合理的原则 任何国际运作都是如此 所以那时候你是契丹人 你就很显然的 觉得你相信实际堂我 因为我是沙托人 我们俩之间的信任文化 是接近的 所以这样建立一个新政权 来把政治真空 把它加以填满 确定不出问题 是不是对契丹人更有利呢 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 当时的国际政治的逻辑 可是到了宋代人 他就站在宋代的角度看问题 就不去思考当时的情况了 对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所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宋代要收服燕园十六周 我就觉得很好笑吗 我是觉得宋代 所谓收服十一的概念 是很好笑的 那么这个收服的概念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在宋代的史料里面 宋太宗 就是赵皇义的弟弟 就是赵皇义 对赵皇义 他就已经出现了概念 他说宋太宗跟宋太祖 他们当时呢 就设置一个财政系统 叫做封装库 这个封装库的钱是怎么来的 就是把各地军阀节度使 打败以后呢 你当地的财产 就直接这个钱呢 就进入到这个财政系统里去了 专门单立一个财政系统 这下他干嘛呢 他说他自己的一个史料记载 在续资质通建长编当中所记载 这个资料呢 他说这个财物呢 他说我要干嘛呢 他说当初呢 石敬堂 他说割幽艳以贿赂计单 这个说法已经 我已经不认同了 他说使一方之人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 独献外境 生活在境外 这呢 非常连绵他们 所以呢 我打算 等我这个财政库呢 满三五十万以后呢 我就派使者呢 跟计单签约 然后呢 用这笔钱呢 把他们赎回来 把我的土地 跟我的人民赎回来 这是在续资质通建里面 所记载这句话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但这个书呢 续资质通建 是南宋人编的 那时候已经到南宋了 那么这里面南宋的人 去编 差不多这个 一百五十年以前 或近两百年以前的 五代时期的那个故事 我不知道来源 是不是是真是假 可是我觉得 可见就是 他那时候所形成的这个 割让跟贿赂契的概念 已经是非常主流的意识形态了 对 那就好像 我刚才讲过说 晚清时期 民国初年 对晚清时期的割地 跟签订不平的条约 其实是同样一个道理 对不对 那因此呢 说他想用这个资料来证明说 我宋朝想收复燕蒂 就是是合理的 这是宋朝人的看法 可是我一直觉得 那个燕蒂 跟他的关系 其实非常的 早就已经遥远了 遥远 对 我觉得非常遥远 傅曹 那我刚才想到 这有没有可能跟今天的中国 一直想要说收复台湾 但其实台湾早就已经不是中国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类比 就是燕蒂十六周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有点像 对啊 你想想看 1895年 台湾被清帝国 割让给日本 这个在国际法上 是承认的 对 那然后呢 1945年 然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后来 成绩清政权的一个新政权 对 对 可是你成绩了清政权 你是不是要成绩 清定他的所有的资产和负债 对不对 那你签的条约 你要接受吧 对 要接受吗 所以理论讲 中华民国政府也没办法 对于台湾有什么 有实际的一个 掌控权 或是要收复台湾 对 所以在民国时期 收复台湾这种说法 是很少的 对不对 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战后的关系 因为日本战败了 然后中华民国有幸 列入战胜国 所以他就开始 实际上具有台湾 那因为这么一个国共 历史纠缠 所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说要收复台湾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过程真的很像 北宋南宋 然后对于燕云十六州的态度 对不对 历史未远 历史从来没有结束 没有过去 可是我们实际看 就是说 我们回到这个所谓的幽州 就是河北的地方 他实际在后唐时期 就已经是被契丹控制了 我们讲过 对不对 那么后进时期 在938年那一年 他是所谓的 把燕云十六州奉献给契丹 所以我觉得 那意思是说 在名义上正式放弃 我的理解是说 因为原来后唐 曾经管理过燕地 管理过河北 然后后进承袭后唐 那么那个时候 他曾经管理过 名义上管理过燕地 已经被契丹所控制 所以当后进政权建立的时候 就是说你已经被控制了 我的前朝 名义上管理他 我就正式的说 我就放弃他好了 所以我一直把所谓的奉献 给契丹的王 伊律德光 我把它理解为 是正式放弃的概念 正式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符合 对正式放弃 就是说这个地方 跟我没关系 正式给你了 对 然后在经历过 后洲到北宋建立的时候 时间是差不多20年时间 我觉得那个时候 当然对于20年 也就是一代人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 确实会有一些记忆问题 就是我们还想到 当年这个地方是我的 或者当年的地方 跟我有关 然后我可能有亲戚 我有这个朋友 住在燕地 那他们也会常常 因为自己的汉人身份 常常跑到洛阳来 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想那个情况 也很像1895年以后 很多台湾人 然后也常常出入 这个中国大陆 对不对 然后往来 形成所谓的半山 等等等等 我觉得都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关系 对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当时人的认同 局部的人的认同说 我认同汉 还认同契丹 我觉得都一定存在 但是在法理上来说 我会觉得说 宋代所谓 收服燕云十六周的依据 其实是非常非常弱的 不管如何 反正他就是要收复 但是后面就产生了 宋辽战争 谭渊之盟 然后最后 宋经之间的海上之盟 你刚才讲过 这些盟约 其实背后都充满的 就是汉人政权 就是北宋跟南宋 不断的撕毁合约 然后他们这个希望 就是在一个特别的时机 希望能够占一些便宜 然后再收服燕云十六周 我会觉得这个情况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当中 也会不断的上演 对不对 就是对合约的态度 之间变成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 对 或者中国跟英国之间 对香港问题 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那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相似 所以我们今天在检讨 随为燕云十六周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回到那个历史的深处去看 而不是简单的觉得说 燕云十六周就是中国的 那那个时候 其实燕云十六周土地 真的跟中国的土地是没关系的 这个中国就是黄河下游 燕跟云跟山西 其实都非中国 游牧民 对游牧民 然后另外一个在政权当中的关系 也非常的复杂跟纠缠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概念 简单的看燕云十六周 希望能够去做一个平反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 这个燕云十六周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目的跟想法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跟收尾 就是说燕云十六周 现在主流说法是中国的土地 然后被石敬堂割让给契丹人 那宋代呢 一直要收回燕云十六周 但没有成功 历经了辽金蒙古 到明代才被朱元璋收回 这种说法其实是错的 这种说法是20世纪以后 中国的民族主义 兴起之后才被构建出来的 因为石敬堂所割让的土地 本来就不属于石敬堂 好 我们下周再见